哈 大哥 要不是我和杂猫鸟强行压制 功力早就跟灵魂一样 达到九级腰地 此时怕是已经飞升神剑了 听说敖无虚已是九级腰地 野区也快到九级了 我们经常试法 敖无虚曾说我的黑羽战甲 防御力尽其上品神器战役 再加上身法速度和几支吹云枪 整个仙魔腰界 没几人能胜过我 大哥小心了 礼物法则之力的同时 我已将九转安京身修炼到了第九层 如今全身堪比上品神器 你们要伤我也难了 过瘾过瘾 再来再来 不可能 大哥 你的躲闪也太离谱了吧 不止躲闪 看看我的惊天棍法 飞飞小黑 你们果然深发亮的 再看着惊天三棍 大哥施展的惊天三棍比你施展起来还要轻松 而且威力大得多啊 大哥 我自认已完全领悟了惊天三棍 史书的威力极大 就是上品神器也扛不住 如今的实力绝不比大元皇差 你这个怎么够厉害 这还没完呢 你再看这个 今天一棍 大哥大哥 越来越不对了啊 我在这修炼了三万年才学会惊天三棍 你都没有怎么修炼 而且只是在外面三千年 连今天一棍都会了 其实你们的棍法枪法都已经入道 只是一道如万道 只要对宇宙空间领悟足够 甚至可以让某一处的空间碎裂 这便是大道的威力 大哥 别说什么大道了 我们灵魂境界也就九级妖地 你指望我们能够领悟多少呢 不急 来日方长 走 好 大哥 以你如今的实力 单单对空间的领悟 已然纵横仙魔妖界 无人能敌了 难说 此刻 我若与那彭魔皇交手 单单靠我对空间的领悟 应该就能让彭魔皇的速度大减 甚至于 让这个仙魔妖界速度第一人 变成妖界三皇中 速度最慢的一个 你们记着 法则上的领悟非常重要 当两个空间领悟相当的人对杀时 还是要看最原始的实力 所以 无论什么时候 千万不要轻敌 仙魔妖界 到哪里去找这么多领悟空间法则的高手啊 话说回来 大哥 你这次回来 就是为了告诉我跟杂猫鸟 你掌握了法则之力 我这次回来 是有要事的 大哥 难道是 试试能不能开启 江兰界第二层 恶 管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